大家都预期呢就是今年呢中国大陆的整体的经济表现会是这个过去几十年来相对属于比较弱或者是最弱的一年 而且呢外界也预期就是说今年大陆的经济可能在Q2也就是第二季的时候就会探底了 但是呢就这个我们看到了这个上个礼拜呢这个大陆的总理温家宝他在这个进行这个调研的时候所发表的讲话 他提到了说这个经济下行的风险的压力仍然是很大 再加上呢现在已经开始公布的各项数据呢都显示说这个大陆呢现在可能到第二季这个经济还没有探底 可能还会继续的下滑到第三季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对于这个中国大陆内部乃至于呢这个中国大陆的附近和全世界的经贸会有什么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首先要请教的就是这个社长您怎么看现在这个礼拜最新出来的马上出现来的一系列的数据 是那么这个礼拜可以说是一个大陆的数据州 因为这个CPI GDP以及这个这个种种的好几项还有进出口 是这些都会都会出炉 因为已经半年半年刚好是一个很好的指标 那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大陆所定的今年的经济成长率目标是7.5 是那么他第一季的时候还高达9.1 大家觉得还相对乐观 那在也认为说不可能是7.5这样的一个数字 那可是到了第二季之后呢 这个数字开始下修 开始下修 那现在当然这个礼拜要等过一两天才会正式宣布 不过呢大家一般都认为说不可能达到8 可能在7.5到8之间 可是关键就在你刚提到的 第二季是不是探底了吗 现在很多的情况来看没有 连吴家宝自己都承认的说下修的压力很大 就表示说呢第三季才有机会探底 是 是第三季传统上第四季 因为从过年啊等等还会再回来一点 是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今年呢这个 如果说第二季假如真的是7.6 7.7 那么第三季继续探底有可能会破7 是 那这样子的话大陆今年的经济 真的有一个很难保8的危险 尽管他要维持他的讲的7.5的机会还是有的 对 好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最近大陆做的一些 这个货币政策工具的一个使用 就上个礼拜 那么他 人行 对人行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第二次宣布这个降息 是 那么这次降息里头 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这个降息的动作 跟上一个月的第一次 两年多来第一次降息 其实都是为了因应即将公布了这个经济数据的一个状态 那么降息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因应呢 我们从这里几乎已经可以推论几个地方 一个就是说 它的物价的这个压力变小了 是 因为物价压力变小了 所以它的降息目的是要增加货币的供应 在市面上 市面上 那所以呢表示说他已经不担心通膨 不担心通膨 所以果然公布出来CPI 2.2 只有2.2 这个数字 当然这个数字还有一点小迷失了 因为去年的同期是涨了6点多 那个基数的关系 这也有关系 那么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表示说GDP的成长不乐观 所以需要怎么样 需要扩大投资 因为我们讲过 这个经济发展 尤其在大陆这样的一个经济的体制底下 我们所谓的三驾马车 贸易 消费跟投资 贸易现在不行 你看台湾也都受连累 台湾这个已经连几个月的出口 进出口都衰退了 那么我们都指望内需 大陆内需还是在很多 跟其他国家比起来 成长还是不错的 但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说 达到15 16 没有 所以这个时候 大陆特别需要什么样 投资 而投资现在不能只靠国际的 所以他现在政府项目的投资特别多 那么这政府项目的投资 这里头 他要再把它落实下来的话 就必须从金融环境的宽松来落实 这就是他降息的一个基本的原因 是 而讲到这个金融环境的宽松 当然我们晓得就是 像这个2008年 这个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救世方案 是不会再发生了 不过讲到了这个稳定 就扩大投资 然后放松银根这个部分 外界就有一个 对于这个大陆中央呢 一直有的一个怀疑 就是说 过去放松银根了以后 绝大部分受益的都是国有企业 而且呢 这个一般的中小企业呢 它比较难获得贷款 那如果说现在继续放松了银根 然后呢 这个国有企业 它继续的就是用它的方式来能够带到大部分的钱的话 那这样对于整体经济的这个刺激力道会不会打了折扣 对的确这个问题在 应该也不是只有大陆体制 台湾在早年的时候 那个金融管制的年代 那个时候也出现 就是说对中小企业 我们说这个晴天打伞 雨天收伞 这情况也常发生 大陆的确也出现这个问题 温家宝在上个礼拜的这个调研 特别讲到说 要解决信贷供求的矛盾 信贷供求什么矛盾呢 就是想贷的一些中小企业 无门路可贷 那结果都被这些央企 或者大型企业所贷过去 不过呢 这一次我看到有两点很显然 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 而且采取的对策 就是避免到说 这个这一波的这个 活络经济的这个流通 那么造成下一次的 这个通货膨胀的压力 首先第一个 它这一次采用的叫做 不对称的一个降息 就存贷利率的这个降的幅度 是不一样的 它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要减轻贷款的负担 第二个呢 它这一次第一次 也是几年来第一次 开始推动人民币的利率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就是说 过去它规定的是 这个存款是多少 放款是多少 每个银行都一样 但是它现在提高了提供了一个 1.1到0.8的range的一个 市场化的弹性 这个弹性呢 给各银行可以来做一个使用 当然估计还有肉干的规定在里头 那这个一个弹性就给了一些 需要资金的企业的一个可能的空间 就是过去可能因为标准太严了 就有大型企业带得到 那现在有了一点宽松了以后 比如说我是一个中小企业 那我在这个弹性底下 我愿意加一码来带 有可能就会带到了 是 我愿意加一码 以前是都一样的 那现在的话就是有这个机会 第二个是也非常的关键 就是说它这一次会不会再一次造成股市 或者资金都往房地产去 不会 因为这一次明枪明令的定调 是这个房地产贷款的这个条件 限制乃至于说利率的要求 不在这一次受惠范围之内 这就是为什么昨天大陆股市会大跌的原因 对 护身都跌了这个差不多2%到3% 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对 而讲到这个房市呢 那大家有许多人会认为 就是说房市从某一个角度来看 它是这个整个经济的带动体 如果房市能够活络起来的话 所有的相关的产业 通通都能够活起来 就是带动了整体的经济的发展 但是呢 现在大陆面临的第一 就是这个经济下行的压力还在 但是第二 就是在旧经济的同时呢 它把明明确确的把旧房地产排除在外 那这样的话 当然就会增加这个大陆中央这个政策调控的这个难度 但是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这么困难的一个状况之下 他们还是把打房放在几乎是最优先的地位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当然就是说 打房已经用了这么久的政策工具的力气 要避其公民意 这个还不纯粹是温家宝个人 温家宝政府的面子的问题 而是你投入的成本效益 你半土而废的话 那就等于前功尽弃 那还有一点当然是房价过高 是大陆社会民怨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那大家知道今年是十八大 换届的时候 所以很明显在换届的时候 他希望整个社会 维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 而房价的稳定 房价的这种不能超过民众的 这个能够负担的一个标准 这个情况应该说是 他不管是现任的领导者 还是继任的领导者 都是非常非常看在地位的 看在地位 我想是这个原因 那我想他还有一个原因 是他觉得以目前的经济态势 大度还可以承受得了 也就是说经济成长 他现在不是要在稳增长 要调结构吗 那这个时候 你不一定还要在搞这个 十八九八的经济成长率 稍微减缓一点是可以的 不过这里面比较大的挑战 其实不在大陆中央的政策 最主要是地方政府的财政的问题 财政压力已经很多的地方政府 已经顶到了一个程度了 因为过去这几年 大陆经济的两位数的成长 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 地方政府从地产开发 所得到的一个财政效益 这个孤不论里头有多少的 这个所谓的猫腻 幽默的问题 这个好住的问题 孤不论这个情况 从总体来讲 它的确也是 但是当这个主要的水源闸门 关起来了以后 它怎么办 那当然它现在政策上 它这个一般的地产的开发 是受局限的 是 不过我想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就我实地接触的了解 现在大陆一些地方政府 会改用别的方式来进行地产的开发 从样可以达到财政的一个收入 比如说立项 搞文创 搞各种科技园区 动漫基地 用这些东西 不是纯粹的用商业住宅的概念 而是用开发区的概念来进行 就是用开发区 就是说还是在开发房地产 但是它主要的这个宣传的目的 就是它并不是为了开发房地产 最主要一点是 当你的项类不是纯粹的商业用的 房地产开发的话 你不管是银行贷款 各种金融条件都不一样 是 而讲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 事实上就如同这个社长所说的 现在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而且这个上面就是已经说了 这个31个审市区 这房价一定要控制住 但是还是有许多的民众 他们觉得房价还是会涨 对 房价会涨 它也有基本原因 就是说 因为中国大陆 人地比 地还是比较稀缺 第二个是 你经济成长率提高了以后 它有一个刚性需求 刚性需求是什么 就是说 新结婚的人要房子 原来小房子要换大房子 因为经济成长率变好了 在这两个情况下 供需的结构底下 大陆房地产要真的怎么样大跌 难度 也就是说 基本上不存在 这大跌的一个条件 的确 好 那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旺报的社长黄青龙 就是这个主权问题 而且还有大陆经济下行风险的问题 做的精辟点评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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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